大家好,我是杠金,一个打相机来爱情的游戏玩家 打黑鼠全是感情,没有一丝技巧 如果你问我黑鼠哪里弱,它不适合现在这个版本 现在有了商店特技再加上老鼠的一些更新 比如说苏瑞,版本答案,喂面之子,那么黑鼠就是版本气子 总有人觉得黑鼠有三级的捅盖,所以黑鼠比较好绑火箭 但是事实也是这样 但有一个前提,对方要和黑鼠打架 黑鼠要确保自己可以升到六级 一个没有六级的黑鼠,没有三级捅盖 你告诉我它凭什么可以绑上火箭 虽然猫方也有商店,但是你要明白这是一个1v4的游戏 所以我建议喜欢玩黑鼠的去玩黑鼠 如果不喜欢的话可以尝试一下 现在的猫鼠和以前的猫鼠是完全不一样的 以前你会发现技能的伤害越高,那么它的冷却时间越长 控制也是一个道理,但是你会发现猫鼠现在根本没有这个设定 还有就是黑鼠的技能其实很早以前就需要优化了 黑鼠的3G被动在时代中发挥的效果微乎其微 这个技能早该重置了 我玩黑鼠的次数也不少 我从来没觉得它一被动二被动冲刺和捅盖有什么问题 但一个开运气的三被动说真的有那么一点点离谱 毕竟猫鼠已经是一个成熟的游戏 你又不能做一下成熟的改变吗 不过现在玩猫也玩的少了 因为玩黑鼠真的很累 虽然猫鼠这个游戏可能一年更新一次 两年更新一次 但是问题也并不是太大 我相信喜欢猫鼠的人还是喜欢猫鼠 不喜欢猫鼠的人他从来就没有来过 就算他来过了他也只是一个路人而已 我玩猫鼠的时间已经很久了 我知道这个游戏它病了,病得很严重 我觉得猫鼠根本不用出新角色 只要调整好平衡 现在的猫鼠完全就是娱乐化 没有丝毫竞技的游戏 首先药水可以在有一种改变游戏的方向 当然了某些知识卡也可以反败为胜 再加上商店特技NPC 有一种有太多的不稳定因素 我觉得可以出一个4v4的魔术 你看黑鼠和剑客睫毛有什么区别吗 没有区别 打个比方如果剑客睫毛有爪大剑的情况下 我觉得他可以打10个黑鼠 其实猫鼠中有各种各样的问题 黑鼠只是冰山一角罢了 我相信听我讲到这里的人肯定是热爱猫鼠的 但说真的不是我在喷猫鼠它真的很稀碎呀 其实猫鼠有什么问题 我知道你知道大家都知道 但是我们也没有办法 有时候我在想非对称的游戏是不是都这样 有时候真的搞不懂猫鼠 明明是一个好游戏却越做越稀碎 好了是时候该说再见了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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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